國王的預先房裏面有兩隻罐子 一隻是圖做的,一隻是鐵做的 叫我的鐵罐,看不起圖罐 整天是下去 鐵罐傲慢地問 你敢碰我嗎?圖罐子 謙虛的圖罐就答 不敢,鐵罐兄弟 我就知道你不敢,懦夫 我雖然不敢碰你,但是你不可以叫我做懦夫 因為我們的任務是用來作弄的 並不是用來互相碰撞的 在完成我們的任務之前 我不見得我被你拆了 再說 閉嘴,你怎麼可以讓我和你相提並論的? 你看著來,不用幾天 你就會變成碎片,彎怨的了 我就永遠留在這裡 甚麼都不用怕 何必這樣說呢? 我們都是和睦相處好些 不用爭執了 我和睦相處好幾天 我和睦相處好幾天 你算是甚麼? 我和睦相處好幾天 我和睦相處好幾天 總有一天你會變成碎片 這裏有一隻圖棍 啊!這裡有一隻圖棍啊! 其他人都跟著這樣高興地大叫 真的!是一隻圖棍啊! 那些人把圖棍捧起 把他身上的圖棍拆去 洗乾淨 和當年在浴室房裡一樣 樸素、美觀、漆黑、亮麗 一隻很漂亮的圖棍啊! 小心點 千萬不要把它弄壞 這個是古董來的 很有價值的 圖棍很感激地說 多謝你們啊! 我的鐵棍兄弟還在我的隔壁 請你們幫我挖他出來 要不然他一定悶死的了 那些人聽到馬上動手 好!回來,回覆去 全部泥土都找過了 但是一些鐵棍的蹤影都沒有 他在不知什麼年代已經氧化了 只剩下幾塊生鏽的鐵片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用自己的強項去比別人的弱項 是不對的 是沒有尊重別人 人與人之間應該互相尊重 所以我會看到 那些人的突然說 是天啊! 來看吧!